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约有10万人再次聚集到开罗市中心的解放广场 继续要求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立即下台 抗议者把星期五定为离开之日 要求穆巴拉克在这一天下台 据美联社报道 有美国官员透露 奥巴马政府正在和埃及政府官员 就穆巴拉克马上辞职进行磋商 他们正在讨论如何组成一个军方支持的过渡政府 为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自由和公平的选举做出准备 缅甸议会在2月4日宣布 前总理吴登胜被选为新一届的总统 这时缅甸实施军事独裁统治将近50年来首次选举文人总统 政府总统三人都属于获得军方支持的联邦巩固与发展党 该党在去年11月份举行的全国大选中获得了议会多数席位 挪威年轻的国会议员瓦伦 提名爆料网站维基揭秘角逐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26岁的瓦伦在他的网站上写道 刘晓波为中国人权、民主和言论自由奋斗 去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而同样的维基揭秘揭露腐败、战争罪和酷刑 为在全球争取普世价值做出了贡献 在台湾为了配合民国百年的庆祝活动 已故总统蒋介石及其夫人宋美玲生活起居的住所 士林官邸、正馆一楼首度正式开放给民主参观 总统马英九在开幕仪式上表示 开放官邸代表台湾民主多元 不怕子孙了解历史 并且希望后人从中寄取教训 泰国和柬埔寨军队在两国边界线上 接近一个主权有争议的庙宇附近交货 据新华社援引柬埔寨官员的话说 由于一些泰国军人不顾检方警告 强行进入柬埔寨境内 检边防军被迫向泰国军人开火 随后双方军队使用火箭炮等重武器交战 交火地点附近的柏威夏寺 区域被两国都声称拥有主权 以上就是今天的建要新闻 我是谷基柔 谢谢您的收看 你都没有放下来 有恩爱一直温柔 ณ worth 这个营养 以言议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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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讯 przede 不涩充一下 抠凍质